刚踏上仕途的王阳明 在刑部看到了什么 是他出离愤怒 他又怎么得罪了大太监刘姐 被投入诏狱 停障四时 五百年来王阳明第五集 宦官那个坑 公元1493年 汪阳明第一次会市落榜 公元1496年 汪阳明第二次会市落榜 这若是普通人 一定备受打击 但汪阳明回到老家于瑶 既没有沉溺在失败的沮丧里 也没有急于闭门读书 而是与好友一起 在附近的龙泉山寺 结起了师舍 每日吟师作父 下席对弈 毫不逍遥自在 不久 汪阳明又回到北京 恰逢成吉思汗的十五世孙 小王子屡次绕边 惊师震惊 于是汪阳明的心中 再次燃起了 保家卫国的英雄梦 他四处寻觅兵书 潜心研究 就这样 几乎没有太花心思 在科举考试上的王阳明 迎来了第三次会考 这一年 他二十八岁 那么王阳明这次参加科考 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他又是如何卷入 大太监刘锦 与三位顾名大臣的 那场生死较量的 最后他又是怎么 就成了大明王朝被脱裤子 停账的第一批文官 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 立波教授一起 追随一代新学宗师的脚步 领悟知行合一的智慧 体会我心光明的豪情 敬请收看五百年来王阳明 第五集 宦官那个坑 大明王朝红治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1499年 这一年的会事 特别有意思 因为这一年的会事 迎来了大明王朝历史上 两个天才级的考生 一个是艺术史上的天才 唐银唐伯虎 一个就是哲学史上的天才 王阳明 唐伯虎比王阳明大两岁 这真是一个叫天才级的人物 他当年在这个苏州府 考秀才的时候 就当地第一名 后来乡士 考举人又是第一名 所以后世我们都称他叫唐介元 那么比唐伯虎小两岁的 王阳明这时候 你别看他比唐伯虎小两岁 其实王阳明来参加会是考试 同样也是万众瞩目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他从小也是天才 二一个他爹王华当年的状元 是不是大家一说起来 老子英雄而好汉 你爹那么厉害 看王阳明考怎么样 大家都万众瞩目 结果王阳明头两次会试 出人意料的全都落榜了 到第三次 终于这一年的会试 依然坚守理想的 但是已经非常成熟的 王阳明不动声策 过来 在后来的电视考试中 取得二甲第七名 中了进士 也就是全国第十名 当然了 王阳明自己其实对名次很无所谓 他要参加科举考试 主要是想通了他老爹告诉他那个话 想成为圣人 要为生民立命 为万事开平的话 要有什么 要有施展道府的平台 连孔子都说学二优则是 连孔老圣人都看中政坛这个平台 何况你王小圣人呢 怎么能拒绝呢 所以王阳明考中了进士 入了官场 他爹王华的一颗心 总算是放了下来了 但是他爹的心放了下来 王阳明自己的心却提了起来 因为一入官场的王阳明 很快就变得迷茫了 当然了这话我们说回头 王阳明也不是一进去 就产生了厌倦情绪 也不是一进去就迷茫了 一开始还不错 一开始他是被放到工部去实习 工部也就相当于建设部 而且第一项工作 就居然让他组抓 负责一个具体的工程 为当时的已经逝去的 威宁波王阳修建坟墓 这个威宁波王阳不得了 也是明代一代奇才 是一个传奇的儒生 而且兼儒匠 据这个明代很多典籍里头记载 说这个威宁波的经历很有意思 说他参加科举考试 最后电视的时候 这个答卷快写完的时候 突然起了一阵怪风 一阵旋风 也不知道考试的时候 哪冒出来的黑山老妖 反正这个风一吹 就把他正在作答的卷子给吹起来 吹到天空上去 然后王阳很焦急的 抬头仰望了半天 也不见卷子落下来 不禁嚎啕大哭 监考官一看 赶快又重新给他拿份卷子来 但是这个时候时间已经过半 你别说王阳就是奇才 这时候怎么样 这个奋笔急速 虽然时间不够了 到最后居然还是把文章写完了 然后虽然最后一名交决 最后还是高中了进士 可见这个人怎么样 很有才 二一个也很有定力 很有魄力 但是你别看 王阳文章写得好 作为一个儒生 他其实有一颗英雄的心 虽然善于握笔杆子 但他自己更渴望握枪杆子 后来因为当时土木铺之变 之后没多久 王阳投笔从容 三次出赛 最后收复合套 镇守边关十几年 其中由于率兵齐夕威宁海 大获全胜 被封威宁博 所以作为一个儒生 又兼儒将 王阳一直是王阳明的偶像 王阳明很喜欢军事 从小特别崇拜王阳 据他回忆 小时候还做过一个梦 梦见 王阳很欣赏他 说他将来要继承自己的遗志 然后把自己 征战威宁海时候的配件 赠送给了他 所以你看王阳明一入官场 就为王阳修墓 为他的偶像 粉丝为偶像 甘愿抛头卢洒热血 所以这个王阳明 为王阳修坟墓的这段时间 非常投入 不仅非常投入 把这个工程做得特别好 而且把那个修墓的民工组织起来 每天修墓之余 练习兵法 到最后墓修好的时候 这帮民工据说 都被王阳明训练成了特种兵了 所以这个墓修好了之后 神奇的事情 这个王阳的儿子 居然主动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爹 梦里头托梦给他的 为了感谢王阳明 主动的把他爹当年 征战威宁海时候的配件 赠送给了王阳明 所以王阳明后来你看 也是以儒生兼作儒将 凭宁王之乱 受封心建伯 但是这个在工部 任职没多久 王阳明很快就调到刑部去 其实在工部的生活 王阳明还是很愉快 但是到了刑部之后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干 黑暗的现实叫扑面而来 接触到大量的这个 司法黑暗和这个官僚们 草菅人命的现实之后 王阳明就出离的愤怒了 所以你看往往是黑暗的现实 越黑暗的地方 越能激发心灵的光明 思想的光明出现 当然他自己呢 身体力行 年朴力说 他在刑部任职的时候 所路求多所平反 到他手上的案子 他要保证公平公正公开 公元1500年 29岁的王阳明 任刑部云南司主事 第二年 他又奉命到江北地区 会同地方官一同审查重犯 这期间 他仔细审阅卷宗四处走访证人 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 可以说这些工作经历 一方面让王阳明的观察力 分析力和决断力 得到了极大的断裂 另一方面 却让他在接触了官场的黑暗 和司法的腐败之后 内心开始变得迷茫起来 公元1502年 王阳明上书名校宗 回乡养病 在这样的黑暗的现实 官场现实面前 王阳明没有办法 然后掉头去寻找 他内心的光明 掉头往哪寻找呢 李学是道坎 对吧 然后此前他也接触过很多 包括佛道 这时候他又掉头 回到佛道两家里头 他听说九华山上 有一个很神奇的道士 叫蔡蓬头 然后知道这个人道痕很深 他就去找他 好不容易 找到蔡蓬头 把他请来 你看这个道士叫蔡蓬头 说明这个人平常就 疯疯癫癫癫的 蓬头够面 别人都不大 把他当回事 唯独王阳明对他很尊重 请来了之后 请他吃饭 结果蔡蓬头一脸不快 本来以为了道士们 都上了素食 结果一脸不快 王阳明反应很快 把这荤菜换了 结果蔡蓬头怎么样 换上荤菜之后 还是面如之水 你看王阳明又醒悟过来 再上好酒 这一下蔡蓬头高兴了 大快朵一 吃会吃 王阳明向他请教 人生的哲理 蔡蓬头也不说话 好不容易到酒足饭饱之后 王阳明再请教 蔡蓬头开口只说了两个字 上位 王阳明停了直犯晕 上位吃饱 上位和好 上位可说 然后就把他请到后堂落座 再度请教 结果蔡蓬头还是俩字 上位 王阳明心的话 上位你还少校呢 是不是 你到底要说啥 然后再把他请到后庭 这一次蔡蓬头好不容易 说了一句完整的话 说 如后堂后庭 李隋龙 终不忘观想 其实这句话的本质就是说 你要修道 那是没指望 王阳明不服气 听说九华山 地藏洞 还有一个艺人 很神奇的 佛法精湛 但是他住的那个地方 道路齐险 没人能到 但是王阳明有一颗 这个追寻光明的心 所以 手攀绝壁 身旅险峰 那是用攀岩运动的绝招 好不容易 找到这个地藏众 找到这个艺人 所以这个艺人啊 依然看到这个王阳明 找到他 第一句惊叹 居然是路显 何得至此 你这个家伙怎么上带了 怎么能找到我呢 然后王阳明一说 这个求道之心 问理之心 这个佛法精湛的 这个艺人 笑一笑 只说了一句话 我周连熙 陈明道 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问他道行 问他佛法都不答 只谈 周敦仪 和这个二成兄弟里的陈浩 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这话 其实也预示着 王阳明 注定 是要走儒家的路 并且要把儒家 发扬光大 所以 王阳明无法在 佛道二家里头 寻找出路 转头呢 又去学 慈章之学 如果这样 一直下去的话 这个大明王朝 顶多会出一个 名垂史册的文学家 不过就会少了一个 为人类文明 带来光明的思想家了 幸亏有一天 王阳明又开悟了 他说 我耶能以 有限之精神 为无用之虚文也 于是再次放弃了 慈章之学 王阳明然后又退而学道 他一个人 跑到会计山 阳明洞 然后行导引之术 也就是弃功了 所以 这个号阳明子嘛 就是因为在会计山 阳明洞 这一段修炼 修到一段时间之后 阳明说是 一而敬就 此离世远去 为祖母臣 于龙三公再见 就他祖母和他爹 念念不忘 音寻未绝 久之又忽悟曰 此念生于海体 此念可去 是断灭总性矣 然后王阳明想放下一切 远离红尘 他要是这么这么做了呢 这个世间 又多了一位红衣法师 可是 在这个人生的根本上 也就是儒家 最根本的 亲情这一点上 王阳明断难割舍 他说 亲情生于海体 与生俱来 如果断舍心情的话 那就是断灭总性 请注意 这就不只是在 个体层面所说的 这样的觉悟 就是在 种群概念上 种群层面上 去提出来的 所以儒家 你看儒这个字怎么写 我们猜翻了一下的话 儒者就是人之所需 不仅是每个人的 也是每个族群 每个团体的人之所需 所以此念一出 说明王阳明怎么样 动策了儒家 关于人性的本质 一代大儒 眼见着就要横空出世 王阳明心念一定 人生境界就此不同了 所以就像他的好朋友 赞若水说的 王阳明出 逆于任侠之习 再逆于骑舍之习 三逆于慈张之习 四逆于神仙之习 五逆于佛氏之习 等博采种家之后 由博返约 终于回到儒家的根本 这就是一个思想家 能称其为思想家的 叫必经之路 我们说像文学家也好 艺术家也好 他可以先纯粹 后沧桑 甚至可以只纯粹 不沧桑 但思想家 一定要先沧桑 后纯粹 由博返约 博采种家之常 最后才可以 形成自己的 这个思想体系 公元1504年 勿得儒家根本的王阳明 重回北京城 不久被任命兵部主事 第二年 明孝宗朱又棠 因病去世 年仅15岁的明武宗 诸后赵继位 据史书记载 明朝常有宦官乱政之祸 明武宗执政初期 就出现了一个 大宦官刘瑾 他操纵朝纲 为所欲为 贪污受贿 不计其数 那么刘瑾 到底是何许人也 他与三位顾命大臣之间的 一场较量 又是如何将 王阳明 卷入其中的 刘瑾 原来姓坦 陕西的 也是个苦出身 很穷 后来流浪到这个京城里头 混于这个三教九流之间 学了不少东西 最后投靠在一个姓刘的太监底下 然后做这个干儿子 这个人很有心机 也很狠 为了某一个出身 后来怎么样 十几岁的时候 欲练神功 挥刀自攻 自己把自己给攻了 进攻做了个太监 多狠的 能对自己下来去守 然后 因为这个刘瑾 很活络 而且善于察言观色 所以就后来 受到这个 当时的皇帝 洪志皇帝的一个赏识 后来就派他去怎么样 到东宫 这个陪伴太子 就是陪伴朱后赵 给朱后赵从小一起玩的 朱后赵特别喜欢的 那是他的 不是小伙伴 那是他的大伙伴 引领比他大 而且刘瑾 我讲过了 因为本来就在三教九流里头混过的 是不是 特别会玩 就带着这个朱后赵玩 等朱后赵登基之后 这下不得了了 离不开刘瑾 问题是 宦官乱政到刘瑾这个时期 他不是一个人 他有一个团伙 他有一个团队 被称为八虎 八个宦官 像张勇 邱聚啊 古大勇啊 这些人 然后以刘瑾为首 乱政之时就寝成了 所以刘瑾过来乱政 这个到什么地步 所有的地方官回金术 只必须去贿赂刘瑾 不贿赂刘瑾 你就惨了 有的官员没有钱 贿赂刘瑾 只好自杀 然后没有钱的外地官员 到了京城 自己没有钱怎么办 只好找付户借债 所以当时有个词 贿赂刘瑾的这个 专用资金 叫金债 回金术指使专门借的债 就到这个地步 当时武中上台之后 三位顾名大臣 刘瑾 谢谦 还有李东阳 就很着急 这三个人都不得了 明史说 这三个人 十人为之欲约 李公谋 刘公断 谢公 游侃侃 天下 称贤相 李东阳 很善于谋略 刘瑾呢 很善于决断 谢谦 口才特别好 三大贤相 洪志朝的 而且是顾名大臣 但一看刘瑾乱政之事已成 就很着急 这时候 刘建和这个谢谦 刘建那个首辅 就商量 包括李东阳 怎么办 为了 这个 检除刘瑾 这些文官集团们 不惜放下身段 和当时的 司令建大太监 王岳 不是那个王岳啊 岳飞的岳 和王岳 一起合作 准备 检除刘瑾 怎么 这个 检除他呢 文人 文人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上书 只有劝谏 所以 刘建谢谦 发动朝廷 所有正义 正义感的官员 上书皇帝 到最后 不仅内阁学士们 上书 这个 六部上书 包括 这个 督察院 督御史 通政史诗 这个 大理四卿 九卿六部 一起联名上书 其中这个 明代 文学复古运动中的 大家李孟阳 亲自竹笔的一篇文章 写的特别棒 把这个 历朝历代 宦官乱政 从汉代 时常事之乱 到最后 唐末 你看 这些宦官 废立皇帝 导致大唐 这个 直接灭亡 到 一直到这个 前不久 王政 把英宗 身陷 图木铺之便 对不对 把英宗甚至做了俘虏 所以 这个上书 拿到 才 十六七岁的 这个 五宗诸后照的面前 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据说当时 看了就吓哭了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九清六部长官 包括内阁学生们 一起上书 这个阵仗太大了 他吓坏 他没见过这个阵仗 他还是个孩子 二一个 遗读 李蒙扬的这篇文章 也确实 触目惊心 他哪知道这些事 一看 原来宦官这么可怕 当时就下决心 要驱除刘景八虎 要把他们赶到 这个南京去 为太祖守灵 这时候 王月 传递出消息 给这个 刘建谢迁 大事已成 然后这个 刘建就非常高兴 但是谢迁摇摇头 说 这个 皇上和这些人 毕竟感情很深 现在只把他们赶走 哪一天 想起他们的好来 又会把他们 弄回来 这是 除恶无忌 必定要借这一次 要把刘景八虎 彻底剪除 也就是要把他们杀了 斩草除根才可以 这个文人 有时候想问题 想得过于简单了 但这样一来 然后文官集团们 就商量好 包括和这个 斯立建大台监 王月 也同好期 第二天朝会 要怎么样 距离力争 要把这个 刘景八虎 彻底给干掉 但是这个文官集团 也不是铁板一块 历来文官集团 和宦官集团的斗争中 总有一些 没有骨气的文人 会变成宦官的走狗 当时的立不上书 交方 他就给这个 刘建 谢迁 这些人 不对落子 此前他要进 汉林院 刘建都不同意 所以 他就投靠了刘景 果然 这个交方 关键的时候 通风暴行 告诉了刘景 刘景一开始 张慌失措 后来 当天夜里 八虎一起 到了这个 武宗的寝宫 是吧 围着武宗痛哭啊 磕头痛哭啊 武宗毕竟 还是个孩子 这些人都陪着他 一起玩了 天天给他 在一起玩了 所以 这时候 也动了感情了 心又不忍 但是已经 答应了大臣们 也不好说什么 但是脸色 心又不忍 我们讲 刘景是参与 察言观色的 一下子发现 问题所在了 找到突破口了 所以你看这个 刘景多聪明 然后他就哭诉 其实 王上您知道吗 不是 这个 内阁大学士们 这帮文人们 要整我们 其实要整我们的是 王岳 司理建大太监王岳 这一下怎么样 避重就轻啊 转移了注意力 做到一听 就说王岳 为什么要整你吗 王岳一直看 我们不对路 怕您身边啊 有给您 一条心的人 是不是啊 把我们赶走 把我们杀了 然后就可以彻底 孤立您 就可以架空您了 这个话一说 这个诸侯赵 心思立刻就扭转了 当时就火了 我早就觉得 这个王岳 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放心吧 我来收拾王岳 但这个话说完了之后 刘景他们还是不放心 还是拼命的磕头 在那哭 不肯走 为什么呢 虽然 诸侯赵画风 已经转了 但是 离天亮 还有两三个时辰 这两三个时辰 不知道还会发生 什么事 刘景就很贼 他还觉得 这个时候 还要趁热 点一把火 然后拼命的磕头 磕头到最后 这个 诸侯赵 为了安慰刘景 我马上就撤了 王岳的四里建大太监 然后你来做四里建大太监 可以了吧 而且 这个 你做四里建 掌印太监 在二十四衙门之首 对吧 然后让马永成 做丙比太监 不仅如此 还让八湖中的这个 秋剧 提督东厂 古大用 提督西厂 东厂西厂 不得了 包括锦衣卫 那都特务机构 不经过司法程序 就可以抓捕官员 所以 这一下 一夜之间 刘景八湖 迅速翻盘 甚至原来得不到的 权益都得在自己手上 刘景后来 还不放心 这个秋剧古大用 自己又在东厂西厂之上 钻射内刑厂 就内厂 然后明代的特务机构 到这个时候 发展到了一个基点 等到第二天早朝的时候 刘建 谢迁 李东阳 傻眼了 万万没想到 一夜之间 竟然天翻地覆 刘景等人 不仅没有被惩处 反而唯以重任 事已至此 已经无法挽回了 最后 刘建 谢迁二人 辞官回乡 李东阳 忍辱负重 留在朝中 就这样 原先的三位顾命大臣 只剩下一位 而刘景 大权在握 朝堂之上 即将掀起一场 血雨腥风 此时 一直默不作声的 王阳明 又是如何得罪了刘景 成为大明王朝 被脱裤子停障的 第一批文官 这时候 刘景大权在握 开始血腥暴腹 开始大清洗 金官为此受难者 不计其数 到最后 李东阳主持大局 劝大家 这时候 在这个局势下 要隐忍 所以 这个北京的金官们 闹了一阵之后 被打击得很惨之后 渐渐没有声音 但这个时候 南京的 阎官们 明代啊 南京不是裴都啊 也不是副都啊 他叫两都制啊 南京呢是 这个太祖皇帝 曾经作战的地方 是不是啊 所以 同样有一套 和北京 一模一样的 政府官僚体系 在南京 被南京的六科己事中 包括 十三道监察御史 纷纷上书 然后攻击刘景乱政 刘景正是 权势熏天的时候 二话不说 把这些人 全部抓不到北京来 然后先停葬 分别停葬 然后扔进 仅一位赵狱之中 其中最突出的 一位这个监察御史 就是蒋青 针针铁骨 被打得皮开肉绽 然后到狱中 接连三次上书 蒋青这个人 真是不简单 他最后说 信听陈言 集诸锦 以谢天下 然后杀陈 以谢锦 你要不行的话 你先杀了刘景 再杀了我 你杀刘景 以谢天下 我赔他一条命 那这个蒋青 振振铁骨 刘景后来 三次重刑 这个蒋青 被活活打死 这一下 这个整个朝廷 无影压成 所有的朝廷命官 在这个刘景的 八虎淫威之下 尽若寒残 在这个所有人 都不敢再说话的时候 这时候在兵部的 年轻主事 王阳明却突然 挺胜而出 据说也有人 劝过王阳明说 前面闹得很凶的时候 不见你说话 你这个时候 对吧 肯定没好果子吃的时候 你跑出来说什么话 王阳明淡然地说 是啊 正因为前面 闹得很凶的时候 人人都在上表的时候 我不出来说 因为那时候 多我一个 不多 但这个时候 人人良知 被你灭的时候 少我一个 便少了 所以 这个年轻人 以绝大的勇气 挺身而出 置身来斗 刘景八虎 当然了 明知三有虎 偏向虎三行 王阳明是很聪明 他是很讲策略的 我们看他后半生 就知道 打仗用兵如神 他不会上山 直接奔老虎去 他给五宗皇帝 写书 写了一篇上书 叫做 岂有言官 去全奸 以章圣德书 虽然题目里头 也说了 去全奸 但具体内容里 没提刘景 什么事 只是在劝 五宗皇帝 以大道理和大势 在劝他 王阳明说 军人臣子 为什么有这么多 宗旨耿介的臣子呢 那是因为领导 也拍一下五宗的马匹 是吧 贤就代贤这些人 又可几十宗 包括十三道监察御史南京的 这批言官们 贤等以言为则 千如善自宜加纳 如其未善 以包吾 离开中党之路 乃今赫然下令 远是居囚 在陛下不过 扫事成创 非有意怒绝之也 下民无知 往生一句 臣妾惜之 从心理角度 说皇上 你这事做得不靠谱 这些人如果说错了 你应该包容 如果说对了 您就听 把他们从南京抓来 对不对 根本听不进别人去 这些人都是什么 都是言官啊 老百姓不了解 会一句一句什么 一句这是我们大明王朝 建国之初就设下的一个制度 叫言官政治的本质 大明王朝你别说 在这一点上 制度建设上很有特色 他改革了监察制度 古代的监察制度 到明代之前 都是台建制 然后大明王朝 把台建改成督裁院制 还专门设立了六科几十宗 这是古代 这个官员监察 第一个自下而上的监察制度 也是大明王朝的制度之本 王阳明一下子就点中了 关键之处 可是任王阳明再深刻 文笔再好 思路再智慧 刘锦是什么 是流氓啊 对不对 和史太监根本不跟你讲这些 虽然他搞不清 从哪又冒出个兵部主事 他也不了解王阳明 立刻抓起来 先到五门停葬 停葬四十 朱元璋创立的停葬 本来是对文官的一种 但此前 留紧乱政之前的停葬 也就是打屁股 是可以怎么样 穿棉裤的 甚至在这个曹福下头 垫怎么样 棉衣棉裤 身上还可以 这个绑上厚的簪子 因为只是一种侮辱形式 到了刘锦这个史太监 他居然改革了停葬 命令受停葬的官员 必须怎么样 扒下裤子打屁股 光屁股打板子 而且这个刘锦训练 这个锦衣卫校尉 打这个板子 据说 这个人心可诛 刘锦这家伙多坏了 说这个校尉平常 练这个打板子的这个技术 用一张人皮 里头裹上砖头 这个功夫要练到 几板子下去的话 砖头都碎 但这张人皮一点事没有 要打得轻怎么样 就人皮上电章纸 对不对 要板子打得劈咖啪响 纸一点都不破碎 就到这个地步 然后执行的时候 四里见大台间 要看刘锦 看不顺眼的人 据说 这个 他就赞成这个 内八字 腿一赞内八字 就要往死里打 赞成外八字呢 就可以轻一点打 所以王阳明 是明代历史上 可以说是第一批 被脱了裤子打屁股 打了四十大板 血肉横飞 然后被扔进锦衣卫的赵狱 刚才讲了 王阳明曾经在刑部任职啊 那个刑部的监牢 就惨不忍睹了 而那个赵狱 锦衣卫的赵狱 那就是那个时代 最可怕 最恐怖的一个地方 王阳明这样的一个 养尊处优的公子哥 曾经 一下子从天上 到了地狱 被扔进赵狱 这个人生巨大的变化 巨大的落差 甚至还有什么 还有死亡扑灭而来 因为被打进赵狱的人 没多少人能活着出来的 所以1506年的冬天 被关进赵狱之后 到那个大年夜 王阳明一个人 拖着已经被打残了的身体 在锦衣卫的赵狱里头 茫然四顾 四顾茫然 对人生产生了什么 巨大的怀疑与恐惧 能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能不能面对这种生死 才是王阳明 能不能脱胎患苦 凤凰涅槃的关键所在 当然了 面对恐怖与孤独 如何超脱 还在其次 最最重要的第一点 是先面对生死那道关 那么王阳明是怎么面对生死 又怎么超越 人生的孤独与恐惧 超越宦官的这道坑 造狱的那场灾了呢 请听下集节目